介紹關心 紅頂庫名案 副理長 何江中 連長 徐姓鎮 尚蘇 范左線 還有介護書陳義勳 因為死的人 昨天分別有肯定軍事歡迎 以及北部地方軍事歡迎開機子 結果在庫 死的人分別是三十萬 十五萬 二十萬 還有十五萬來告報 不過軍檢不好 說最快在今天要提出控告 紅頂庫的名案 以後分別有肯定軍事歡迎 跟北部地方軍事歡迎調去機子 中 哈記住新聞之後裁定 謝比格 副理長 何江中 三十萬 連長徐姓鎮 二十五萬 范左線 二十萬 陳義勳 十五萬 全報告報 社群的台北書 給軍檢舉處五檔以上重行的蓋護師陳義勳 軍事歡迎認為雖然是重罪 但是沒有記憶的必要 家修高報後就回到六軍 難用這回報 下一次必須要每天到所有分球來報到 但是不對共調 暫時不會讓陳義勳求家 會留在這軍營 以何報名 何江中 徐姓鎮 跟范左線的家修 馬關到軍事歡迎 九九報金 雖然徐姓鎮 何江中 有六軍團來接會 何江中坐在鎮車的後面 表情是很安定 軍團會來帶他回去 六軍團 對對對對 軍事歡迎認為 紅岸畢哥 何江中三的人 雖然有竄情的告如 不過說反而不是當作 其實軍檢已經有很早的作為 議員採定告報 只是這樣理由 軍各檢沒辦法接受 共調會提出控告 今天假如說這三位 幫他交保出去之後 仍然一定會有篡政的這樣一個疑慮 所以我們將在明天 具體的向軍告院提出抗告 軍各檢反而死的人 告報後 議員有竄情的告如 會向歡迎提出更優利的進鎮 相見以後會提出控告 議員總好報道